温网昨天晚上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 四届赛会冠军六号种子小乌列姆斯和波兰人拉德万斯卡 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会失决赛 小微半决赛的对手是二号种子阿扎隆卡 结果比赛中他火力全开 轰出创个人记录的24届S球 以6比3和7比6直落两盘击败对手 职业生涯第七次杀入温网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三号种子拉德万斯卡用时70分钟 同样直落两盘以6比3 6比4 同小国公好手科贝尔职业生涯小说成为大王赛的决赛